這個比想像中好 OK OK 但是他告訴你 美國今年會衰退 然後說歐洲明年就會跟上 跟上什麼 跟上衰退的腳步 好 那如果總經狀況 看起來沒有很好 為什麼金融市場 倒是股市一枝獨秀 這到底中間的美咖在哪裡 我們要怎麼觀察 我們來問問賈總老師 總體經濟的看空 是說因為經濟衰退還是會來 就是將來 不是現在 很多人說經濟要衰退 他去做空股票 結果被股票嘎到了 然後就來抱怨說 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先看到一個情況就是 為什麼聯準會生息 當然是要經濟降溫 為什麼要降溫 因為經濟在走向過熱 像美國現在的話 就業市場很過熱 所以他要降溫 降溫的結果表示什麼 表示經濟的過熱 會給企業帶來營收獲利 企業會有營收獲利的展望 所以你會發現 將來總體經濟會下跌衰退 可是在這個之前 會有一個我們俗稱邪惡第五波 對不對 就是臨去秋波 股市還在往上走 可是實際上將來經濟會衰退 像我們看 這個1980年開始到現在 大概過去這40年 就是大通膨時代以來 我們看到藍線是基準利率 就是聯邦資金利率 紅線是十年期跟兩年期 公債值利率的差距 這個長短利差 那你看灰線 灰色的線是經濟衰退期間 所以你現在看 從80年以來的三次衰退裡面 90年初期那一次 第一個那個紅色箭頭 那個紅線長短利差壓縮到零以下 就是利率倒掛 再來2000年那一次 網路泡沫破掉那一次之前 也是出現利率倒掛 紅線掉到那個黑線水平線以下 對不對 再來一個是那個 刺激防貸風暴跟金融海嘯的時候 那個紅線也是壓到那個零附近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 三次衰退之前都出現利率倒掛 那你看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已經掉到那個 早就掉到零以下 已經差不多 已經去年下半年 感覺這個如果以過去歷史來看 這次要衰退最嚴重 才行 對 就是說根據過去的經驗的話 利率倒掛會帶來預告經濟衰退 那我們這一次已經利率倒掛 所以如果預測將來會有衰退 合理的猜測對不對 然後再來看一個 80年代 我們看1980那個時候 那個紅線掉到那個零以下 尖尖的對不對 然後後來很快拉起來 這樣看 你現在看1980年的時候 這個圖是什麼 是聯邦資金利率減去CPI 這個叫實質的基準利率 是 這個圖很有參考性 你看 1980年的時候 那個有一個尖尖的向下對不對 然後來急速拉起來 我們現在也是一個尖尖的向下 然後現在急速拉起來 後來你看 就是說這個是實質基準利率 一擴掉CPI 利率擴掉通膨率以後 才是你實際上拿到的 然後這個你看 急速拉起來以後 保持在零以上 一直到1993 94年那個時候 也就是說超過十年以上 實質利率轉正以後 超過十年以上 你看我們現在才剛剛拉起來 如果我們像以前那樣子 衝高的話 再保持個十年的話 金融市場有這種心理準備 好恐怖 所以大家看到 當年的大通膨的教訓跟經驗 所以聯準會要避免那個情形 所以現在這個是 短痛跟長痛問題 我們現在升息的話 可能會對消費者的買房買車 企業的投資資金成本上升 壓力很大 是個打壓 所以是短痛 但是如果能夠對付通膨 聯準會就可以有正當性降息 降息下來之後 會刺激經濟走一個長的 那個復甦週期 擴張週期 這是好事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是用長 用短痛來避開長痛 這是一個抉擇 一個交換 所以現在你升息升得越快 越早把通膨打下來 然後總體經濟當然就看空 對不對 因為隨後會有衰退 但是將來通膨打下去之後 聯準會有正當性來降息之後 後面會迎來更長的經濟擴張週期 所以這個現在 那江老師你給我們小結論 那現在我們如果是投資人的話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心理準備 來面對這樣狀況 現在是因為經濟還在過熱 所以企業的獲利還超過上升的利率 所以股市會漲 原因在這裡 可是到最後利率一定會升過頭 升到把整個經濟真的降溫 泡沫破掉 然後最後就會衰退 衰退以後才會重新降息 重新把金融市場的混亂清理掉 簡單來講 現在還不可以放空對不對 對 你會被嘎 你會被嘎到天上去 所以大家小心一點 但是你還是要有心理準備說 接下來的經濟狀況 應該還是可能會下行